欢迎大家 加会员成为全球大视野的一份子 订阅按赞加会员 全球大视野直播线上见 你想想拜登的经济政策 自己内部就不合 这个贸易制裁 他就是延续川普 叶伦的想法是要解除 要不要当务之痛嘛 通货膨胀嘛 对不对 要减关税 那个戴小姐拼命要主张制裁 你自己内部这两个大将的 主张都不一样 没有个定论嘛 第二个 你今天是有求于中国大陆 解除这些对美国不利的 关税制裁 那你为什么不全部一起解除呢 后面还加个301条款 台湾将来当年也吃过 301条款的COE 对不对 每个国家都有专利嘛 随便弄一下 就搞到你产品不能用嘛 所以你是怀了好心吗 所以布林肯还没谈 就是将来我们是一个前瞻的 有透明的 是积极的 这种话一出来就代表 这种会谈没有结果的 因为中国大陆 前一阵子这个涉疆法案 不是才掐住了新疆的很多的产品 他弄新疆 他现在还要搞301啊 301是不是 现在美中美双方的这个经济贸易资料 3700多项啊 你只提出100多亿的那个 那你只选择你对你有好处的 对中国大陆有好处的你提不提呢 所以基本上 中国大陆是不想跟你提 要玩玩下去嘛 看谁倒霉嘛 对不对 看谁能挨嘛 对不对 那另外 美国想挑拨中俄之间的关系 对 中国跟俄国是很多恩怨情仇啊 从清朝就开始啊 因为匹德大帝的时候是向欧洲发展 到了清朝末年的时候是向东边发展 搞海参威 搞黑龙江 搞大小新安岭 搞外蒙 对不对 没有停过 我们从军中就是反共抗俄 输俄在中国这本书一直念的了 对不对 你说老公跟他有没有矛盾 叫老公去打韩战 老公使那么多陆军 俄国的空军有来支援吗 没有啊 第二个 毛泽东时代很穷 要去买拖拉机 一火车的大米啊 黄豆啊 就换个几部拖拉机 那拖拉机也不是俄国人做的 捷克做的 俄国那个时候附庸国很多 拿这边的东西卖那边 那边卖这边 他是从中赢利啊 对不对 我讲个最简单的事实证明 那个时候中国很怕俄罗斯入侵中国 有四条路线 海上走海声威登陆渤海湾 这边从热河插下来 旁边从新疆蒙古插进来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研究军事的看嘛 中国解放军是把武警啊 那种二流的部队放在最北边 最好的就是机械化军团的放在华北 它的中心是蓝州 你今天看什么地下街地下城 就是那个时代搞出来的 就是说要躲避俄罗斯的轰炸 把城市都放在地底下 所以你看你现在台北什么地下街啊 地下城啊都是那个时代产品 所以季星你讲的对啊 为什么要跟中国建交呢 就是要颠覆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 那现在你放弃这个政策 俄罗斯也很清楚啊 你知道最近开放什么 把贝加尔湖这一大块农地 放给中国人民农民来种啊 因为中国需要大豆 需要粮食啊 需要石油啊 这两个一合作 中俄的关系那怎么会不好 你美国怎么想挑得动 互补啊 它有资源 它有粮食 我这边有工业产品 有商业产品 这个两个一交换 当然是结合得更紧密嘛 这不是你小小一两个东西可以挑动 何况在全世界的布局 美国现在慌了啊 东南半岛 东盟听不听你的 非洲 中国大陆已经经营二三十年了 中东被你打得稀巴烂 中东会给你好吗 南美洲被你压制 后花园 后花园 所以你现在只剩下加拿大给你 北美 现在连南美的墨西哥都给你翻脸啊 是不是 就是所以你看啊 我虽然是学军事的 我认为世界大战的爆发还晚一点 世界经济上的增地盘的大战现在开始了 那个会不会引起军事作战 那军事作战不会用军事对峙而来作战 是为了经济争霸的时候会有这个军事行为 大家不要把他搞颠倒了 不是军阀时代打仗了 是经济地盘争到不能开交的时候 才动用武力来解决 这个大原则大家去想一想 对 没错 那这一次呢其实G20 王毅呢就直接释放一个讯息 他说呢我们就是反霸权霸凌 抵制单边主义 这个直接就说给美国听的嘛 那其实这一次的俄乌战争 我们也看到了 刚刚将军讲的很对 美国慌了 那接下来呢 英国是不是也慌了呢 我们最近会听到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消息 不是从美国传来西方媒体传来呢 就是从英国传来 你会发现 以前我不觉得英国这么爱评论别人家的事 但最近呢跟着美国走开始呢 是不是也学坏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军情武处的处长 跟FBI的局长 他们两个讨论 讨论完呢 他们觉得说中国很危险 好来我们看一下他们讨论什么呢 他说警告企业领袖 中国会来偷你们的技术 还说如果中国武力犯台 会是全球历来最恐怖的商业破坏之一 当然他还有讲一个啊就是呢 中国的间谍对他们来说威胁性很高 但是大家我想说奇怪哪边的逻辑不太对 我们就从电影里面来看好了007 007是什么他不就是职业就是间谍吗 你们自己电影都演出来了 当然中国的注音使馆发言人马上呢强烈的反驳 他说呢你们这是贼喊捉贼啊 欺世盗名啊谁的间谍呢 一天到晚在偷听窃听 他直接点名不就是你们西方国家吗 你现在全部通通堆到 推到这个中国的头上 但是我其实看不太懂 连从上你说元首外交政策 到连这个军情武处等于是情报单位 都走这个抗中牌了 这个委员你要评论吗 那个其实就间谍网的部署 跟间谍的能力 我们必须要很客观的说 现在最强大的力量是美国 我们只注意到说美国在军队啊 在海外有800多个据点 但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明的暗的 在全世界的布点超过2000个据点 所以这个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做得到的 中国哪有本事做得到这种地步 不是我在嘲笑中国 中国在这方面是远远落后于美国 在部署这种间谍战的功利啊 那不要讲别的 就是在香港的时候 香港的时候 中国的特务部的点还没有美国 CIA部的点多 所以从香港那个动乱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得出这个局面 当然因为香港搞了一个港版国安法以后 这个CIA的人大部都撤到台湾来 所以我半开玩笑 台湾的台北的这个街头 现在招牌少了 招牌多的时候掉了下来 搞不好就打死一个CIA 因为太多了就在台北活动嘛 那你说窃取全世界的技术啊 或者是重要的情报 不要讲别人 美国绝对是一流了 当时这个蒋经国先生不是偷偷摸摸在搞核弹技术吗 就被谁弄弄走了 就是美国CIA马上就发现了 然后马上恶话不说 那时候蒋经国的遗体 还停留在那个什么地方 龙总是不是 给大家看的时候 大家只看到蒋经国的遗体 在那边给大家看 就是同一个时间 这个我们蒋经国搞的核弹研究所 马上被美国人派一大堆什么混泥土 通通把他封住了 谁这是主权国家 我们根本不是主权国家 而且公然的什么 就跑到这个李登位面前 就警告李登位跟郝伯春 你们两个给我乖一点 你看多悲惨了 我们老援手还没有路土为安 还在瞻仰仪荣的这一段 两个人就在郝伯春总统 跟李登位两个人就被谁 被丁大卫 丁大卫不是美国多大的官呢 就是美国在内协会理事主席而已啊 就公然代表美国政府 把他们两个人都打得中总了 所以这个CIA也好 这个FBI也好 绝对是全世界最强大的 这个特务团体跟特务组织 不过他们讲的最后是对的 他说如果中国武力犯台 将是全球历来最恐怖的商业破坏 商业破坏并不是因为中国产生的破坏 而是因为美国的经济制裁压力下去的时候 会产生全世界的供应链的断裂 金融链的断裂 所以会产生全世界最重大的破坏 因为中国在整个全球的企业的一个运作的比重 哪俄罗斯能够比得上的 绝对是比不上 所以很多人就讲是说 如果你欧洲跟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 不要用这么重的话 你俄罗斯本身的石油价格 不会涨这么凶 你世界各国的通货膨胀 也不会这么厉害 那他们现在认为就是说 如果中国 因为台湾的经济体 我们是自己是会觉得 number one 说我们的半导体多重要 什么多重要 其实在从战略观点来讲 真的没有那么重要 那现在就是说 如果中国打台湾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解放军攻击台湾的时候 那你美国军队来处理来不及 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说 我经济制裁中国大陆 你美国经济制裁中国大陆 对自己的美国企业的反弹 以及反射的动作会更加强大 会比这个俄罗斯的更加强大 你说要没收中国的这个海外资产 问题是世界各国在中国的资产更多 所以这个时候对整个商业的破坏会更重大 并不是来自于这个两岸台海的战争 而是来自于世界各国 想要比照对俄罗斯的制裁 那对世界各国 不管德国法国英国美国 那他们自己会灾难一场 病毒共存的话 当然必须要配套 所以用旺旺水神来防疫 有效能够保护您 保护自己 保护家人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Go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 向下的推荐代码 CTI666 CTI666 希望大家做好防疫